哈囉,我是樂樂 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有好多不好的東西啊 救命啊 樂樂,我來了,看我的 哎呀,太多了 看我的投食器 瞄準 發射 樂樂樂樂,我把所有不好的東西都打跑了 趕快睜開眼睛 謝謝毛毛蟲老師 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投食器喔 我剛剛就是用它把不好的東西打跑的 你看 這個好酷喔 可是我怎麼從來都沒有看過投食器呢 因為啊,投食器是很久以前的武器喔 在兩千多年前的時候啊 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有這麼多的武器 而且那時候的城堡 蓋得又大又堅固 這時候呢,有一個人叫做阿基米德 它發明了投食器 可以把石頭丟得又高又遠 把城堡打倒喔 喔,原來是這樣 那它為什麼可以讓石頭 飛得又高又遠呢 嘿,樂樂這就要請你想想看喔 也請小朋友跟著樂樂一起想一想 為什麼投食器可以把球丟得這麼遠呢 嗯,我想想喔 是因為它很堅固 所以可以把球丟出去嗎 它真的很堅固喔 可是想一想啊 真的是因為堅固的關係 就可以把球丟得遠嗎 樂樂,你再仔細看一下這個投食器的結構 那是因為中間的橡皮筋可以讓東西彈得很遠嗎 喔,真的是因為橡皮筋的關係嗎 這樣好了,樂樂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投食器 從遊戲當中來找答案吧 好,老師你快教我們怎麼做吧 沒有問題 我們Let's go 首先我們要準備這些東西 六根冰棒棍 一個寶特瓶蓋 四條橡皮筋 一片泡棉雙面膠 一把剪刀 還有頭質材料 軟質的絨毛球 首先將四根冰棒棍堆疊整齊 在它的兩端纏上橡皮筋 纏橡皮筋的鬆緊呢 只要剛好可以固定住 不會散開來就可以囉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自己試試看 或者是爸爸媽媽協助幫他們抓住 讓他們練習繞圈 好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再拿另外兩根冰棒棍 一條橡皮筋 這一次呢 我們只要纏住一端就可以了 但是這一次纏橡皮筋 我們就要纏緊一點點喔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這時候把兩根冰棒棍 好像大鱷魚一樣 把嘴巴張開來 再把這四根冰棒棍 把它夾進去 接著我們要用橡皮筋 把這兩組冰棒棍纏繞在一起 我們先套進其中一個冰棒棍 接下來斜下方繞過來的之後 從上方再繞過去 這時候變成一個叉叉的形狀 好 順勢繞過去的時候 找一個比較近的冰棒棍位置 把它套起來 這樣就纏繞完成了 那這個步驟在纏繞過程當中 可能比較不好施力 可以請爸爸媽媽協助小朋友 接下來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將瓶蓋 黏在投擲器上面 這時候黏的材料 我們可以用泡棉雙面膠 先剪一小段 寬度跟冰棒棍差不多 接下來把它貼在冰棒棍尾端的位置 但是記得我們要留一個手按的空間喔 所以小朋友 你可以把手靠在這邊 把泡棉雙面膠貼在下面 這時候位置就出來囉 這個空間就是待會我們手按的空間 雙面膠背膠撕開來 把瓶蓋黏上去 用力壓一壓 這時候投擲器就完成囉 好 小朋友我們接下來示範一下 要怎麼樣使用這個投擲器 首先一隻手扶住投擲器的橫向支架 另外一隻手待會在按的時候 按在最後端 我們要發射的時候按下去 往後一收 好 不要直接這樣子慢慢放喔 如果你這樣慢慢放的時候 是發射不出去的 所以請你記得往下按 往後收 就可以把絨毛球彈射出去囉 我跟樂樂的都做好了耶 小朋友你們也做好了嗎 老師你看 我還把我的投擲器 塗不同的顏色耶 很漂亮吧 哇 樂樂你的顏色真的很繽紛耶 小朋友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把你的投擲器啊 畫上你喜歡的顏色 那既然啊我們都已經做好了 就一起來試投投擲器 看看誰丟的遠吧 樂樂準備好了沒 這一次我們要用投擲器 來比賽看看誰可以把球投得最遠 準備好了嗎 3 2 1 Go 判我的 發射 怎麼會這樣 是我太小綠了嗎 樂樂沒關係 我們再試一次 不要放棄 這一次啊我們來試試看 你按大力一點點按下去 而我用小力一點點 我們比較看看是誰會飛得比較遠喔 3 2 1 Go Go 我的飛得比較遠 贏了 好玩吧 小朋友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投擲器 除了這個按壓力道的大小以外呢 投的大的東西或是小的東西 或是它的重量 會不會影響到投擲的遠近 或者是啊 你也可以改變這一個 四根乒乓棍的位置 例如說像這樣子 試試看它投擲的遠近有沒有差別 歡迎把答案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把你的作品拍照起來 寄到樂樂信箱喔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 下次見囉 掰掰 這一個簡單的投擲器結構呢 其實運用到了橡皮筋的彈力 還有這一個槓桿的結構 那孩子在玩的過程當中 可以發現到啊 例如說 有一個橡皮筋有彈性的東西 當它變形量越大的時候 它彈力也越大 而這個槓桿呢 隨著這個支點的位置不同 它也會改變到它發射的角度 還有力道喔 進而會影響到投射的距離 所以小朋友在家裡面 可以跟著爸爸媽媽一起試試看玩遊戲 另外呢 我們用絨毛球啊 你也可以去沾顏料 把它投射到紙上面 也是另外一種有趣的創作喔 樂樂有頻道囉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喔 嘿嘿嘿 哈哈哈哈